APAC马上就要到来了 那么北京为了APAC 目前调成了这个减埋模式 也是最高的一个级别 不止让这个公家机关放六天假 而且汽车单双号要现行 工厂要停工 火葬场也一律禁止烧死者的衣物 可以说是卯足权力 终于让北京出现了久违的蓝天 在网络上出现了各种调侃 叫它APAC蓝 北京火车站人山人海 每一个近站口都排起长长的人龙 看不见镜头 民众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 都是要出城旅行或者返乡去 去杭州然后千岛湖 然后站一圈 北京的公家机关和学校 从11月7号到12号放假六天 就是鼓励民众出城 以便疏解北京平时拥堵的交通 和恶民昭彰的空气污染 这几天开车特别快 基本上比平时省一半的时间 北京人出城公务员放假 公务车停驶 车辆单双号现行 严格管制进京车辆 果然交通出奇顺畅 少了大半的汽车排放废气 加上北京和周边五个省市工厂工地停工 甚至禁止火葬场燃烧死者衣物 祭出最高级别减排措施 终于让北京出现蓝天 你看那天微信上发都说跟假的似的 这几天天气太好了 大陆中央一声令下 致埋模式全面启动 网友调侃有一种蓝叫APEC蓝 还把亚太金河组织的英文缩写改成空气污染 终于被控制住了 我认为是值得的 北京人平白多出六天的假期 又能享受没有空气污染的蓝天 当然叫好 只不过好天气没几天 11月7号天空开始不太给力 又变得灰蒙蒙 大陆气象台已经预报 可能在8号到11号会出现空气污染 事先打预防针 幸好台湾外交部早已备好口罩 但是如果各个代表团成员和记者都戴起口罩 大陆就太没有面子了 记者戴绿综合报道